一名渠務署外判工人凌晨在灣仔工作時跌落沙井受傷昏迷 而另一名落沙井企圖救人的工友 懷疑亦因為吸入沼氣不適 兩人莫救後都要送丸治理 消防員接報到場後發現井內有沼氣 先將輕傷的工人救出 然後再用吊索 慢慢將一個昏迷的工人救上來